哈喽,很久没见过,很久没见过,我们很久没拍过,我接近一年没拍过外景,没拍过外景也是,没错,因为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事,就是找不到我的鸡,接着脚架是什么不齐,终于买回我的脚架,跌起心肝,所以就可以和你来,现在新开的餐厅,以前的旧个角,Follow 跌屁居, 叠,就是重叠叠,起,就是红双起,就是两个双起,大家就要猜猜这三个字,究竟有多少口字,有多少口字,数来数来数来数,90几十口字,Follow 以前也有来的,但这里装改头会面之日,一个月而已,开了一个月而已, 对,先开了一个月而已,泥汤就好像做起以前的水准,其他就不敢包了,其他就做转,其实一个是全部做起以前的水准, 有些菜式改了,多了新的菜式 因為這次應該是資本家剝削 中間的剝削就在 少了一層剝削 因為本來是以前有太子仔搞的 但太子仔經濟環境不好 於是由工作人員自己去搞 老闆也是有老闆 就像management buyout 不是management buyout 是自己搞的 就是少了最重要的management 沒錯 我們也有一個月了,之後就不見了 近方月韓有什麼做的? 近方月韓也有做的 平時公開大家知道的寫稿 這些都是男人公司 剛剛教完書了 其實我剛剛過了學期 其實原本應該是回美國教書的 但是疫情關係我會回去 因為回去之後也不是怕 那邊疫情是怕的 去完之後回來工作麻煩 要隔離這麼久 兩三個星期 所以就一直留在香港 在香港的話 就是上課用視像 用zoom教 他給你嗎? 他給你來香港嗎? 給呀 其實他不只是給我 基本上是 那邊教授的選擇 就是說你想純粹用視像 還是hybrid 一部份視像 一部份親身見學生 那我 有得給我說 還有我教的都是博士生 那都是 有部份其實有 有幾個 其實博士生一班 可能是說十多人而已 那當中有 多過三個以上都不在美國 現在的 譬如是印度 即是樂樂學生 他們都是留在自己的國家 那都是視像的了 基本上就是一起視像 印度學生 對 很嚴重的印度學生 很嚴重的疫情方面 沒有事 沒有生 你的學生沒有生 沒有 他們每個都可以 是嗎? 是嗎? 反而是 我疫情去到 去年暑假的時候 我 都跟朋友說過了 即美國他們那些人 真是 很carefree 我們 我們學校最出名的 就是我們對球 我們對足球 足球 是全國冠軍 是嗎? 是呀 很多錢的 真的 哈哈 要錢住 很厲害 因為他們 出來的球員 之後打NFL 那些人會賺很多錢 那整隊 是幫我們學校賺很多錢 他們贏球的話 舊生會捐很多錢 收生會容易很多 去年暑假的時候 那 自從去年三月開始 就是 撤離了 撤離了學校 Campus 封了 那暑假的 你們的球員 回來 操練 一對球 就是二十多人 加上其他工作人員 我收到電郵 看到一對球裡面 是有二十多人 中招 即是他們 他們回到家 或是年輕人 他們又不會打招 不會很洗手 像我們香港 做得那麼小心 但是他們 中招 很多都沒有病徵 所以他們去年的時候 操練的時候 都會阻滯 現在我聽 那邊的同事說 有個別人 都會 回去 辦公室 選擇跟學生 見面上課 但他們都會打針 他們會 是 他們 他們打針 他們相對對打針 是很乖的 是 即是肯打的 你現在台灣也拼命打 嗯 你逢是 那個叫做 疫情厲害 就拼命打 是的 這個是完全是反映到的 是的 其實這個很早我寫過 就是 不在這個疫情之前 我寫過是 一般傳染病 是 經濟分析 那麼當年我有個老師 那麼他也是知識大的老師 那麼他兩個人 他當年是 好像那本書是九個年代初寫 就是講回八十年代 外肢病 外肢病 一爆出來的時候 大家很害怕 大家很小心 但是他說 這些傳染病 為什麼有週期 週期就不是純粹 是因為季節性 或者怎樣 生物的週期 週期是人為的 就是 剛才你說的 你糟糕的時候 大家都很小心 於是他就會 趕快下來 一不糟糕的時候 一小的時候 一些人就會輕心 有針又不打 又覺得是沒什麼東西 所以 從行為的角度 就製造了這個週期的力 就是疫情 有第幾波 除了他真的 除了他真的 可能是氣候 氣溫 濕度 有影響之外 其實人為他的因素 都很重要 即是他一好一點的時候 出手去玩 又晚回來 一多的時候 那些人就會縮回去 然後 是的 那麼 打一樣 你疫情緊要的地方 那些人就願意點去打 不要緊不要那些 比如香港也算 世界水平來講 也算控制得好 其實是生活 那些人就不能打 加上又不信又不政府 吃一件金錢雞 這件金錢雞是名物 是這裡的 我非常推薦 好 因為它不但非常好吃 而且還是三十八元件 它坐了價 嘩 這麼便宜 我講 它是 大家看看這個 這樣 它是 那個叫做 金糖燒鵝 我 都賣 八十元兩件 藍藏的 是的 金糖燒鵝都賣 那你已經賣了 是的 是的 正的 正的是不是 是的 但是我金糖燒鵝 就喜歡它那個叫做 肥孔叉 我最好就是肥孔叉 是的 不是經常有的 經常會 是嗎 有時候會賣 它好像現在經常都有 你要跟它說 它現在寫了 只能在一頓班就寫下了 它寫下了 但它全都賣了 因為它就是 這麼多人都叫 但是在泰劉 一碟六件我只吃了一件 是的 你才看到 好的 因為我連續吃了七次 所以我沒有辦法再吃 好的 好的 但是這個做得最好 其實是 其實是我們做一個CAMMAN 所以要給我CAMMAN吃 是的 那個是大師姐 大師姐真的比這裡好 但是大師姐是 是那個叫做甚麼 她是不招待外人 是的 你沒有去過嗎 我沒有去過 我聽過有些朋友說大力推薦 大力推薦 但是你要是懂得才行 懂得才行 而且它好像有一輪身體 還是怎樣 剛剛沒有辦法 是的 我們如果身體好一點 就再去過 是的 下次再看我去 要一些很有面子 但是我沒有那個 我要去找一個更有面子的人 那個是非常非常非常有面子 嗯 這個 這個好吃 這個叫做甚麼 這些叫做合同 接著之後有甚麼做 有甚麼忙 除了這裏 你是不是有些生意搞一下 那些 是的 那又做少少F&B的東西 又做F&B都做了一年了 那麼 就是細細猜 自己參與一下 這也是以前教授張陰祥教我的一招 如果你想學生意怎樣營運的話 就落節都住 那麼 賺好折好 折的話你會愈痛 你會學得深刻一點 賺的話你就知道怎樣學好 但是張陰祥沒見過做生意 哪裏做得好 就是停職場 哎呀 收租而已 停職場是誰生意來的嗎 但是那一刻 如果我沒有記錯 當一刻 差不多是最早的一批人 是將新界的爛地轉為停職場 就是這個idea 你找得到洞路 收得到那些地 然後將它轉停職場 我想都有些 洗條毛嗎 不用啊 生日簡單是不用 你只是讀老伯 生日人是巴掌 你用地就用來做停職場 那你認識的那些新界佬 會肯定租給你 那些都不是做生意 都不是經典生意 都是讀老伯的東西 他做什麼生意 你以為真正是做餐廳 他開個酒樓 那就收拾了是不是 但是收拾的話 應該被人收 就是租不租給他 他全部根本是張吳Sir 就是大資本家 大資本家 根本就是大馬鈔 他之前做高科技的 他家裏做電導的東西 電導那天才是高科技 他爸爸是行裏面的電導之父 很厲害 所以他如果沒有記錯 還有一些廠是做電導的 所以他做很多不同的工業 所以他寫很多 就是相比其他經濟學教授 他貼地很多 他真的知道市場的東西 譬如你做幾間廠的話 你就知道 那些材料貴了便宜了 你就好知道其實經濟好不好 但是張吳Sir沒有教你 有教我 因為那時是我過去施教授 你施教授 Ellen反而是他教授 Ellen教授 我施教授了兩年三年 然後又回來香港 我自己回來香港 不斷回來香港 一兩月之後 我就經常見他 張吳Sir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張吳Sir是比較實際的 Milton Friedman 斬九尾那些 亂來的 他有很多是一些 即是以身形態的 是以身形態的 他也是以身形態的 雖然他沒有Hired 以身形態 是 他現在沒有Hired 以身形態的 已經是甚麼狀況 但他始終 在市場裡面的經驗 跟張吳Sir不可比 一來美國的運作 經濟的運作 不同於香港或者內地 那你要參與 不同行業的運作 因為是困難很多的 是的 很多都是制度化了 就沒有那麼多 香港的街頭後尾那些 你可以看到很多觀察 你可以小小住的 你都可以試到不同的東西 所以現在有些人 不懂事的那些 即是說張吳Sir不行 他有些東西 可能不是做更新的 即是一些資訊的東西 但是他對整體 尤其是他在那個地方 他接觸得到的 他的感受 我想說張吳Sir不行 他多數是政治主婚 是的 那些本身 都不是一個色 通常都會說他躲回大陸 即是那些什麼 就不是真的看他寫出來的東西 可以不可以 他現在寫出來的東西 還可以 是的 他對於政治的判斷 對於政治經濟 對於經濟的判斷上 是的 政治判斷就 我覺得有少許是狀態 因為譬如他寫 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我覺得有少許狀態 因為 因為China 是不是 Go Capitalist 的時候 是一個政治問題 不是一個經濟問題 他那個問題 他用經濟的角度 分析已經是採取了 嗯 他都用一些產權 費用的東西 去推到政治 是 他推到推出去 而且他有一點力量很大 我現在 我現在 我現在四十線治理論 都是跟產權有關 因為他產權那天推出來 那你有沒有 跟觀眾分享一下你 對於香港的財務 我就是想叫你跟觀眾分散一下香港的財務 我剛剛想跟你說 我剛剛想跟你說 很兩極的 譬如 我們有很多common friends 那我的common friends 相對是 有些可能是極王 有些是極男的 是 你有極男的嗎? 極男 你的朋友我知道 有些是極男的 我也認識的 極男 但其實老實說 其實很多商界的 都 那個極男 都不是 即是 他都是 商界 其實呢 我講 商界其實 表面 act 出來是 親政府 但其實他 其實商界十居其九弟王 嗯 你叫我講的話 我認識有一個人 是 他是 讀福建中學 那些 之後就是 外國外國 但是他的子女 都移民美國 嗯 是的 那就是 最近當日是史師傅 是 女兒讀外國 外國學校 見到 見到那個什麼 見到國歌 出來敬禮的 是 嗯 昨天就真正了 實際上 他們 都是白男 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白男 嗯 我自己怎麼看 但是 我相對 也是 即是 有時 訪問 有時寫文章 我不敢說 我完全是 寫了我自己 想的東西出來 但是 我有時自己反省一下 看看自己的行為 是怎樣 其實我是 過去那幾年 小運動之前 到小運動之後 到這一刻 其實我也是 在香港 做的 花在香港的時間 做的事情 多了 很明顯 後面 這是事實來的 如果我看前景這麼暗淡 或者這麼灰 覺得是香港人那麼差 我就不會那麼熟 但是你可以改變了 你可以贏19年之後 你變成看得很差 嗯 你本來是看得很好的 不過贏19年之後 你就變得很差 不是 除了這個可能性 但是 變差 就繼續留在這裡做事 但是問題 你走不了 走不了 走到的 要走的話 但是 我想我有一刻 是想過 是否更加花多時間 在香港 在美國那邊 就再少一點 在那邊 那我想 我到這一刻 我是維持 都現在的狀況 都是上香港 做了一些投資 想想什麼去做 那其實 客觀點想一下 真的看到身邊有些朋友 我記得幾個月前 過年 過年總會跟很久不見的朋友 說一聲 關於發財 然後說了一堆發財之後 有一個不低比例的人 告訴我 他現在不在香港 很多靜悄悄而聞的人 變老了 他不回來 其實人是有朋友 是見得到 是留在香港 是很多人都走了 我也知道 但是 我反而覺得 這樣的話 其實是 那不是有機會 你是不是更加多空間 發揮 還有他變的時候 更加多需要有 新的思維 新的人去做 但是你有沒有懷疑 空間是被大陸人欠了 是不是傾了空間 如果你這樣想的話 如果你這樣想的話 你就應該走了 但是如果你覺得 不是大陸人佔了的話 那麼大陸人 跟他們Work with 大陸人 我又不是覺得有些問題 就是比如我這樣說 我會想就是 我會想什麼 你預期的空間 是啊 給大陸人和你一起爭 比你預期的空間 是啊 就是你那一刻我說 對嗎? 那你和大陸人 你沒有被人打了 是的 就是你那一刻要衡量的 就是說 跟大陸人爭的話 你究竟自己有沒有優勢呢? 是 我覺得 我們在這麽多年 Network 或者對香港的認識 那始終都有些空間 就算跟他們競爭好 跟他們合作好 怎樣都是有這個作用的 如果你對自己有信心的話 我覺得來說 你多了大陸人 等於我多了奴隸而已 我贏的嘛 我來贏當然 你多了大陸人 你現在這樣說 才是你不夠大陸人鬥 那你真的廢 才什麼呢? 真的廢了 真的廢了 你真的廢了輸的時候 你要保護主義 就趁他大陸人 在我來搞大陸人越多越好 是不是? 他都不夠我鬥 你多一點來密一點 手就更好 多了奴隸洗 是不是? 剛剛的意思 你要這樣想 是啊 因為那一堆人 你想一下 如果他是 原本是 比走了 或者在走的那些香港人 很多的話 他已經下來了 是啊 那 就真的原本有一些 厲害的香港人 他選擇 不同的原因 家庭原因好 或者怎樣的原因好 他選擇來到香港 或者是 可能 避一避風頭 那些香港人生活會好 那是多了空間出來 暖暖的的時候 反而是 很患 就是看看會有什麼做到 是啊 這個好吃 一會兒再吃吧 看你也有 看你也有寫很多專欄 是 我想問問你 其實我也認識到記者 或者是寫的那些人 問他 他都肯說 他都說很多 就是收窄了 但其實我自己寫的東西 你問我 我看你寫的東西 其實一直都是這樣寫的 也沒有因為 我看到很多人 經常跟我說 什麼不敢寫 不敢說 而事實 他們真的 真的有這個狀況 我看報道 是有些可能訪問 有些不敢再接受訪問 但我就很奇怪 經常覺得 我不是這樣 我沒有這些擔心 我沒有這些考慮 我繼續說回我自己說的話 我經常說 黃絲才是真正的 叫做 擁護共 雙塞一國兩制 他們 他們就是 他們夠膽當日的時候 走出來衝 他們當日夠膽的時候 走出來衝 就是因為他們認為 是完全是做什麼都可以的 是吧 但是現在這個來講 他們又是變了太過害怕 變了太過自我收窄 是 其實好像蘋果一樣 自我收窄是對的 是 因為呢 好像蘋果那樣 他那些 他已經有些名詞都不說 有什麼字被罩 那些是對的 因為他始終是受 被 就是視乎他是被攻擊的對象 是吧 他是他的蜂眼來的 但是問題是 很多人你怕 你一時之間之前的時候 你就怕 又湧得過分 而湧得最過分的那些人 就怕得最過分 就是等於這個 就等於 那些人呢 我問那個問題 就是我不是當時人 我真的不知道 是當時人告訴他們 但是那些人怎麼投降 嗯 我說 但是那些人 他沒有答應到不告他的 為什麼每個人都投降社呢 你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 原來因為警察 他們真的相信那些 強姦 打那些 因為大家 周若誠 警方 我們不會奸你的 不會敲問你的 那他就很舒服 不會虐待你的 那他們就投降了 是只是一個 沒有用的 因為他們原來真的被奸 被奸 被打的 被約會的 他真的相信了那些民宣 這樣警察 就是警察沒有guarantee 過不告他們 所以現在被告完 他們只是相信那些民宣 認為他們如果 如果被拘捕 就會被酷刑對待 所以他們很怕被拘捕 只不过有个友台有面子出来说你这样你就无事了, 你就不会被被告, 他们就一个个都跑出来投降, 基本上没有任何了解人家, 所以到现在就被人告了, 那件事就是他们在文宣的时候有时自己相信了, 骗上自己人的话都会有坏事, 都会有大事的状况, 所以李大吉人后行就是这样的原因, 我问了一些很熟的人, 他给了我这个答案, 我觉得很好笑, 因为现在过去那一年左右, 小伙伴之后, 因为他有疫情, 其实搞到很多人的心态, 或者经济状况在这样的环境下, 我们看不到究竟有了国安法之后, 究竟正常环境下的经济应该怎样, 会是怎样, 或者政治气氛会是怎样, 这种混合疫情的时候, 是混合一块, 因为当你有超过一个因素的时候, 你不能知道有哪个因素的原因, 你不能在一个experimental的环境, 所以你不能在一个controll group, 一个experimental group, 只是所有变数都不变, 你不能去这样的, 所以你就不知道, 因为有两个重大因素, 所以你就, 不知道究竟是哪个因素的影响, 即使发生了一些事, 你不能在结构出来, 是, 嗯, 鸡鸡有吃啊, 当然好吃啊, 已经叫了一些最好的鸡鸡, 不然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你第一次date一个女孩的时候, 你都给她一些最好的一面了, 对啊, 对啊, 后来, 对, 你的рь turning着我在喝了题, 所以我感觉到了什么嘛! 嗯, 感谢观看